受强冷空气影响,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大幅降温,多地滴水成冰。 12月8日,该地区青河县在创入冬以来气温新低,夜间最低气温跌至零下30摄氏度。 12月7日,在新疆阿勒泰青河县消防大队营区内,在指挥员的一声令下,消防员们开展了5公里长炮。 由于天气还冷,再加上跑步过程中留下不少汗水,消防员的头发和眉毛都结了一层冰霜。 在大队营区内,消防员拿起水杯,向空中泼去,瞬间形成大量水雾,水滴落地成冰。 从水中取出的强险救援符拿到室外,立即冻成冰块,直直地站立着。 近期,此地连续出现零下30度左右的极寒天气,消防员每日坚持户外训练,以应对严寒天气下的各类救援任务。 不管天气多么寒冷,我们都始终会坚持训练,严格要求,发扬消防部队原有的光荣传统,为应急救援事业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。 新疆阿勒泰地区位于祖国西北边陲,冬季寒冷而漫长,其境内的可可托海有中国寒级之称,年均气温零下1.9摄氏度,极端最低温度零下51.5摄氏度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